你就可以這邊找一下AV往下 那你看Average有沒有 A多一個if Average if 這邊就多一個判斷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今天要平均的 假設說你是有條件的話 在2007以後的版本就多了這個函數 那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函數 要做平均還真的有點傷腦筋 還真的有點 你要先去怎麼樣 先去判斷 那判斷的話呢 最後再把它做一個運算 所以會變成說 判斷裡面還要再加上if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Average if的話 就非常的簡單 一下就可以做完 像這邊如果說你是2007的版本 按確定 那第一個的話要判斷的範圍 那判斷範圍就是它 那底下的條件就是大於2000的 把它做平均 要平均的範圍再把它全取起來 這樣就搞定了 就是判斷的範圍 判斷條件 要平均的範圍直接給它 最後按確定就可以完成了 這個地方 那這樣小數點的話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減少小數點 比如說直到整數好了 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非常的方便 那當然這個07了 2007 你們現在應該 你們電腦裡面只有03 那因為我額外再弄了一個07 主要是要秀給大家看 那這個變成說 有的時候呢 你如果要有些新的功能 就有點要被迫升級 另外呢 因為現在新的電腦 安裝的話也找不到2003的版權 所以如果說 一般公司呢 它是正規的公司 不是那種偷機摸國的公司 它一定還是要裝正版軟體 那被迫一般呢 就直接跳到2010 一般它就 因為07感覺有點 又有點舊了 大般都會被迫升級到2010的 那2010跟2007之間 差異性比較小 所以其實你學2007 或者學2010呢 差異性不大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的這個介面呢 都差不多啦 差不多 大同小異 可是呢 那帳面的介面呢 跟2003就差異非常的大 如果說你完全沒有使用過2007的人 你第一次會被它這個介面 可能給這個完全嚇到了 為什麼 你會講說 為什麼微軟它故意就 有點是把那個所有功能 本來你會的位置呢 把它調的位置 感覺有點大風吹了 亂吹到哪裡去都不知道了 所以那個光適應期 還蠻長的 那這地方當然呢 順便補充一下 就是在我那個給各位下載檔案的地方 我記得有放了一個東西 在我給各位下載那個 那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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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是 GOO GOO GLE 斜線 OMJ W8 有沒有 這個網址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有時候不用登錄 有時候要登錄 有時候要登錄 好 那進來之後這邊有一個 叫做 有沒有 Excel 2007與2003的比較說明動畫檔 也就是說將來你實在是被迫升級到 2007或者是2010 這個就很好用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放到你的隨身碟 以備不時之需 為什麼 將來你把它下載之後呢 存在你隨身碟之後 假設說你遇到這樣的狀況 它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實在找不到功能的話 用這個說明檔 就可以找到 把它開起來 執行 執行起來之後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在2003裡面知道功能的 可是在2007你不知道在哪裡的話 假設舉例子好了 比如說工具 資料好了 資料裡面有一個驗證 資料驗證 那資料驗證呢 在2007裡面的位置在哪裡 你找不到 你可以把它點下去 資料驗證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直接跳到哪裡呢 跳到資料驗證 並且告訴你它的位置在哪裡 資在哪裡呢 資料的資料驗證 就在這裡 那如果你 好 確定沒有問題 再點回去 那你要查 比如說在 工具裡面 比如 比如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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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沒有這東西了 它沒有 沒有 沒有那個分析工具 因為 它已經把分析工具箱 大部分的功能 都整合到 那個 這個函數裡面了 像 E-Date有沒有 不是 我昨天 2007裡面那個 就是海手裡面 找不到 Date 欸 找不到嗎 我記得是不需要 它 它這個地方 E-Date 應該已經把它內建進來才對 ED 有啊 在這裡有沒有 在2007 ED E-Date 它不需要去設定 增益期 就已經有了 我好像有了 那2010也是一樣 所以它基本上 沒有增益 沒有分析工具箱 這個東西 它已經把它整個 放到 新的版本裡面了 所以這個部分 那其他 就像 你剛剛講什麼 工具裡面的 增益期 增益期 那它的位置在 在E-Date 2007裡面 什麼位置呢 工具 增益期 你會發現 它沒有動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意思應該就是說 在2007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不會跳過去 其他像 格式裡面儲存格 在哪個位置呢 它會跳出來 告訴你 框起來之後有沒有 格式儲存格 這個位置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你可以 你們可以善用 這個功能 就是在那個 我給你們下載的那個 這個路徑底下 有一個叫 E-Sale2007與2003的 比較動畫說明檔 那這個是至少可以輔助 當然它沒有辦法 百分之一百 完完全全 對應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對應得到 那有部分 沒有辦法完全對應到 你可能就是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去適應這個 E-Sale的新的版本 不然 要不就是 我想E-Sale短時間內 它還不至於會消失 可能2010 你還是必須要花時間去學習 因為一下子要把它全部變成雲端 似乎看起來呢 Google還是有需要努力的地方 感覺E-Sale2010雖然沒有那麼完善 不過比起雲端的功能 那還是強很多 還是強很多 所以這裡的話 簡單補充說明一下 另外如果說 我們要用2003怎麼做 再想想看好了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實在是很難做 很難做 好 那底下的話 我們繼續再看 綜合練習 這邊有一個題目 題目的部分 在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 自我掃描上去的一個圖檔 裡面會有兩個大題目 跟 每個大題目裡面 都會有三個小題 比如說 國音數三個圖表 我要計算這些結果 第一個 第二個 統計工作表 那 我的題目 其實這個是說 這個是說明的部分 那我要開啟特別注意 這裡請你們 去開啟這個 開啟這個檔案 在綜合練習體裡面 有一個是 這個 數學 等一下請開啟這個 數學函數這個 成績計算表 這一個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那這個部分呢 怎麼樣 完成題目的 題目要的 這個 我想你們先試著開起來 然後把題目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做打 畫面在旁邊 我們這邊 是 好